来大家看过来 这颗兰花据说花了两个W买回来的 当时是三苗的 长了一颗芽 这两苗已经枯萎了 现在呢叫我帮它怎么拯救 接下来呢我就教大家 如何拯救这种比较贵重的兰花 大家想学习的先点赞 收藏起来支持一下 因为这种贵重的兰花呢 跟普通的兰花不一样 所以呢我们要更小心 更注意 我们照样先把这个腐烂的苗 给它分下来 我们在分的时候 尤其是接近这个健康的苗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一点 抓住这个炉头的位置 左右摇晃 然后呢把它轻轻掰下来 如果掰不动的话呢 我们最好用剪刀来给它剪 这个剪刀呢 我们最好要消毒一下 因为毕竟是贵重的兰花 有伤口容易感染细菌 所以我们可以用酒精 或者是消毒水消毒一下 我直接就简单粗暴 用打火剂来烧一下就可以了 给它杀杀菌 然后呢 找到这个连接点的位置 直接给它剪断就可以了 这个伤口呢 我们也用剪刀来把它剪平 不要让这个伤口太大 这样就可以了 还有呢 这个烂根呢 我们也给它清理掉 像这种发黑的根系呢 它还是可以的 大家看到吗 水晶头就长出来了 像这个根系还是可以的 没有空根 那么我们先把它保留着 然后呢 这种发黑的叶片 枯叶 我们也给它清理掉 因为这种枯萎的叶片呢 它容易腐烂 容易滋生病菌 所以呢 要给它清理干净 在清理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用力掰 避免这个位置有心芽 如果有心芽 用力一掰 心芽就烂掉了 那就太可惜了 毕竟这颗兰花不便宜 对不对 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要格外小心 凡是有可能 滋生续菌的这些残留物 一定要给它清理干净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 一定要小心一点 大家看不到没有 这个位置有一个心芽了 所以说呢 我们要格外小心 我们把兰花修紧干净之后呢 接下来呢 给它清洗一下 这个根系 这一步非常重要 给它杀菌脱毒 我们可以用肥皂 来给它刷一刷这个根系 用一根这个毛 比较细的牙刷 来给它刷一刷 轻轻的刷 不要用力刷 用力刷的话 会容易伤到根系 因为这个兰花比较贵重 所以说呢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一定要多注意 要小心一点 接下来我们用这个清水 把它冲洗掉这个肥皂 再来用这个千百计的小黑颗粒 一勺 对水 然后呢 把这个兰花 放到这个杀菌水里面 给它泡一泡 杀菌消毒 同时呢 又可以促进长新根 大概15分钟之后 我们再做下一步 接着我们用这个封口剂 来涂抹一下这个伤口 把这个伤口密封起来 杀菌杀毒 避免在种好之后 从这个伤口感染细菌 还有这个根系的减口呢 我们也给它涂抹一点 让这个伤口不会感染 然后呢 我们用一块湿毛巾 把这个叶片给它包起来 接着我们把兰花放到太阳下 给它晒一两个小时 让紫外线来消毒杀菌 完了我们就可以直接栽种这颗兰花了 我们种这颗兰花呢 尽量用小一点的花盆 因为这颗兰花不大 所以呢 小花盆种小花 不要选太大的花盆 当然大一点点也没关系 正好我这里有一个 刚刚适合这个兰花的 像这种兰花呢 我们选这个植料 尽量的显一些细一点的 不要太粗 最后一步就是给它浇一次定根水 我们第一次浇水呢 一定要多浇一点 直到这个根部流出来的是清水 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只需要把它放到通风阴凉的地方 来养护 大概一个月之后呢 我们再给它适当的补点水溶肥 这样就拯救完了 大家学到了 就点个赞支持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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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